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蔡美鑫 今天指数重挫了660点 整个贵买指数跌幅接近8%的情况 几乎很多股票都是跌停板的情况 其实以今天来看的话 我看盘市就没有什么好分析了 盘市没什么好分析 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它很明显的就是一个空方的走势 很明显就是一个空方走势 你有看过K线这么大一支了吗 那如果你看看是这个的部分 那其实如果以今天来看 我们先前跟大家讲一个理论 它真的是成立的 我先前跟大家讲一个很特殊的观念 还记得我跟大家说过 那个所谓赔率的问题 赔率 就是假设你有买到运材 那赔率 就是你赔率高了代表它机会小 那如果赔率低 赔率低了代表它机会大 对不对 那台北股市也是一样 大家都想要赶快去强短强短强短 可是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如果你想要做一个赔率大的 就是大家想要机会最小的那一个 就是什么 就是你先放空 然后它掉下来之后 你再来做多 大家都觉得不可能 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不可能 其实如果就时间点来看 大概八月中旬的时候 这地方在涨 我跟大家讲说 川普人怪怪的 对不对 我说川普人怪怪的 这个地方其实 我还是建议大家 做一个避险的空单 对不对 你至少你有多单是OK的 叫你全卖不开可能 叫你放空一下 来 刚才跟大家讲八月十五号 那指数已经上来了 那是八月十五号 八月十五号大概在这个地方 八月十五号 大概 反正大概就是这一波八月中旬 大概是在这里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的GIS 对不对 今天GIS剩下多少 剩下100块钱 其实我知道大家想都想不到 那时候GIS还有200 好那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当这个行情 你要怎么做规划 我说喔 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哪怕你现在是赔钱 在讲的时候 哪怕你现在是赔钱 来 我跟大家讲 这个游戏是这样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游戏 好 简单翻译成赛局 或这个赌局也可以 好 那现在抵到这里 假设啦 万一你手中全部都多单 没有空单的话 那你怎么办 你还是有机会啊 你还是有机会 你现在要去压什么 你要去压那个机会最小的 大家觉得完全不可能的那个 什么叫大家觉得不可能 当大家觉得不可能 那个可以让你赚到最多钱 我举例给大家看 如果100个人抢银行的话 你是不是100个人回去要分账 你只能分到1% 不过呢 如果没有人跟你 那个决定是没有人在做的 那全部赚的钱都是你的 来我跟大家讲过 融资一路减台股报信息文集 这大家都知道 这就没什么好多讲 重点是你不知道事情才是关键 中国的间谍晶片跟毒药条款 这一波的走势 有可能会类似前两次 这一次是2000年 2000年 网络泡沫 从10393跌到3455 从10393跌到3455 跌到6000点 2008年更不用讲了 房利美房地美 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金融海啸 9859跌到3900 那这一波跌到多少 我不是今天跟你讲的 我跟大家讲 你要把你规划做好 等你规划做好之后 来听我的 先做避嫌 等待落底权力作多 放空股价高股 散户大增的股票 什么样的股票呢 我们现在 以今天收盘价来算 还有一档股票 它预估未来跌幅3到5成 第二档股票 预估未来跌幅5到7成 第三档股票 预估未来跌幅100% 什么时候空都是100% 因为它直接下市 所谓的肖氏的古号 过去伯达很有名 2398 2384的圣华 5346的利金 5387的茂德 2418吧 2418 2417旺 这些古号都不见了 他们曾经都这么贵 只要你随时空 你都是赚一倍 来 把你规划写想好 真的 现在是关键的时间点 如果你心情不好 收拾你不好的心情 你看我们怎么做 你看未来你该怎么做 对不对 先做个避险 等待落底全力做空 全力做多 全力做多 先做空 未来全力做多 就像两个交日之前 大家告诉你跌差不多了 我怎么跟大家讲 来我跟大家讲 我们国际是不是停损 我说我买错 我停损了 在这里 我说我停损了 我买在这里 隔天我就买了 因为我发现有更危险的事情发生了 对不对 我跟你说 有可能会中错 来简单回顾一下 先前的危险啊 10年起公在殖利率 现在的话是3.24 那这个东西有个很有趣的一个统计 美国10年起公在殖利率 在2000年 就是所谓的科技泡沫 那时候叫科技泡沫 当时台股的高点是10393点 当时10年起公在殖利率来到6.8 之后台股从10393跌到多少 跌到3400点 那2008年 9859点 马英九当时当执政的时候 殖利率升到5.2 那跌到3000天 那现在是11000 那殖利率3.24 当然现在殖利率跟这个没得比 可是公在殖利率代表什么 公在殖利率代表的 就是当你股票大涨一波之后 已经都涨很多 涨很多 涨很多之后 那你股票 因为它如果修正的话 因为都已经涨很多了嘛 那涨多之后 你的那个现金殖利率 投资报酬率 就会相对变地嘛 如果你长期持有的话 那如果在那个环境之下 那殖利率 你放在 你去买美国公在殖利率 它可以有6%的话 那这个比较有诱因啊 对不对 科技股已经涨很多 殖利率又这么高 把殖利率这么高 就是很多钱都拿去买这个 所以殖利率变高 刚才台股从1万点跌到3400 2008年从9000点跌到3900 那现在殖利率3.20没有很高 3.20没有很高 3.20没有很高 可是不要说多啦 如果从1万1跌到9000就好 不要说怎么跌到多少 可以来到9000还是8000喔 这就很严重的事情 你知道吗 这如果跌下来是很严重的事情 那是整个都跌破掉喔 那整个信心会全部崩溃喔 那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环境 全部都想清楚 当然我们也想买在底点 我跟大家讲的很清楚 你要把所有的情况给想清楚 你去想哪个结哪个样的一个结 就是结果 或是赛局对你自己最有利 对不对 最有利的方式就是先放空 等待落底全力做多 对吧 大家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2000年谁觉得台股会跌 跌到3455 然后这个跌到3900 那你说我如果跟你讲3900 你一定拿 你一定想要打死我 所以我不敢说 我不敢讲 但是我讲是真的啦 不要讲未来指数上 你只要落底再来做多吗 对 真的 要跟别人不一样 我跟拉甲放空什么 两天前 两个交易之前 这是礼拜一 今天是礼拜四 礼拜三修盘 修事 对不对 礼拜一大将是不是460块 我说四百块以上 等等等等 把它扛在那裡 对吧 空下去 礼拜二跌停 今天直接跌停班所 动一下都不会动 对不对 简单回顾一下 大疆先前的危险 我们类似这个 它是上市贵前十大高价股 你看没有发现现在高价股跌很快 本益比四十五倍 现金殖利率0.6 那总股动员数一直增加 现在总股动员数加到这里 特殊成本又减下来了 今天是上涨喔 你不要以为这股票 就是直接下去不会 它现在涨喔 本益比四十五倍 现金殖利率0.6 它代表什么 它代表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现在美国公债殖利率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已经百分之3.24% 你把钱放在公债 你可以拿3.24%的利率回来 那我问你 假设国际上面的股市出现了一些问题 它不一定会马上反弹或大涨 那你的殖利率低于3.24%以下呢 那我宁愿去买美国公债 对不对 那它是0.6%股价400块 特殊筹码一直在跑 总股动员数增加 这个是起跌之前的被动元件的样子 起跌之前的戏剧月的样子 对不对 臂者已经给它空下去 我跟大家讲你要做好策略 环境改变了 你怎么办到 选到最好的策略 来大奖 礼拜跟大家讲 他会不会在这里 老师大奖跌很多 从600都跌到400 我告诉你臂者已经空 臂者已经空就对了 真的 来套牢这么多 我跟你讲赏户全部都套牢了 不会有人再有钱去买股票了 礼拜一空下去 礼拜二把握机会 征服命运 对不对 跌停 今天跌停所 不啰嗦 还有300多 还有喔 还有300多 对不对 同样的时间点 我有跟大家讲 有一家卖子公司 业外大赚 利多部长买的人全部套牢 对不对 礼拜一是这样 你今天也是联系蛮索啊 真的 来你现在要想的是 是你要跟别人不一样 真的 因为这一波为什么跌这么多 我坦白讲一句话 亚洲股市 台北股市跌最深 日股韩股 全部都中错 没有错 美股也中错 为什么我们跌的比较深 因为我们很多投资朋友套牢 那很多人套牢 你可以选择跟他走一样的路 但是我们选择走不一样的路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很清楚 就是做避险 等到落底的时间点 我们会全力做多 会全力做多 那我们会去空股价高估的 现在很困难喔 所有股票都中错 你要空什么呢 还有没有股票 以先今天的收盘价来讲 未来跌幅还有三到五成的 你至少先赚三到五成 还有一档股票 以今天收盘价来讲 未来跌幅还有五到七成的 还有还有一档跌幅百分之百 会下市 我讲的话很少人听 我们才会赚钱 真的 这一档叫GIS GIS从三百多跌到两百块 每个人都说不可能 这叫落底 六四五六 有多少人告诉你GIS可以买 我相信一百个里面有 一百零一个跟你讲可以买 从三百七十九块跌到这个地方 请问这里叫什么 这叫做复合式多重底 对不对 从三百七十九跌到两百块 复合式多重底啊 买下去抱歉剩一百 有没有跟大家讲 今天GIS剩下一百喔 我之前节目说假设跌到一百 我有讲过对不对 来简单看一下先前的VC 真的千万不要乱买 你买下去就中枪 很多这种股票越来越多的 特别小心啊 来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很奇怪的事情 很奇怪的事情 鴻海集团的股票很奇怪的弱 我们讲句坦白了 如果以郭董 以郭董的一个经营能力来看 郭董经营能力肯定没问题 没有人会怀疑郭董的那个经营能力 绝对不会有人怀疑郭董经营能力 那如果连鴻海都能够三绿 就是衰退的情况之下代表什么 代表不是郭董的问题 而是他们在做的产品已经发生了变化 发生变化你懂吧 就鴻海集团里面的GEO股 来喔 从500到300 短短两个月 505到300块 它发生什么事 就鴻海集团喔 这6451 就鴻海集团170到99 连最好的鴻海集团都发生这种事情 那我请问你 鴻海集团里面还有没有获利衰退 高负债比例的股票 类似化汗 类似化汗的这一家公司非常有名 每一个散户都特别矮 利多特别的多 不过呢它获利已经开始衰退 而负债比很高 这个意思是什么 如果我今天去买一栋房子1亿好了 我拿2000万出来 8000万是负债 我有一栋房子叫1亿嘛 8000万是负债 2000万是自己的钱嘛 对不对 好 如果行情很好说 你房子很好卖啊 你赚的钱就很快 不过如果事况发生改变的时候 你那8000万的负债 会变成你沉重的负担 这6414就是这样 6414它负债比例60几% 一旦它过去引力状况不错 现在引力状况变差了之后 大家对它的疑虑是 那你负债比那么高 你能不能够撑起这么高的股价 一样的道理 航海集团里面还有一家 跟化汉类似的 而且负债比也是极为相近 那如果未来财报一旦转落 我告诉你 这崩跌速度 会比雪崩还快 比雪崩还快 我跟大家讲 币子眼睛空 崩跌速度会比雪崩还快 今天都少105 100块以下 你是卖不掉了 因为今天是收105 明天开盘 100块你是卖不到 如果你要停损是 100块以下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在这里 我跟大家说了什么话 你知道这一次 为什么这么严重吗 因为大陆都是用钱滚钱 钱都是别人的 我有一成的钱 借9成 然后我就赚钱了 我就是富豪 不好意思 9成是别人的 一旦事况发生了问题 全部会打光光 因为钱都别人的啊 对不对 我是放大杠杆了 我本来应该 我去打拼可能只有赚一点点 但是我把杠杆 我把钱借很多 全部要投下去拼了 哇 对不对 可是一旦 川普抓狂之后 就变了 这个GIS的负债比例也蛮高了 那中国的依赖性也很强 那万一贸易战拖久 那你认为风险有多大 我不知道 我只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跟你讲的事情 不会有人相信 每个人都说买GIS 唯独我们放空GIS 那时候一百九十几两百块 随便你空一百九一百八一百七一百六 随便 今天你要卖一百块还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不要以为你一百零五卖得到 卖不到 你是一百块都卖不到 我跟大家讲一个真话 真的话 真的好朋友才会跟你讲 空单避险带落底全力做多 带落底全力做多 我们锁定了一些股票 不能说的秘密 未来跌幅还有三到五成 未来跌幅还有五到七成 这都不算多 未来有可能直接下市了 过去消失了古号 圣华曾经两百多 历经曾经八十几 茂德曾经一百五 雅兴曾经一三八 博达曾经三百六 到最后归零 你说跌多少算多 我跟你讲跌多少都不算多 只要他会下市 你什么时候空 都是赚一倍 觉得吧 真的 方向错了 开超跑都到不了 你要做对边啦 哪一边才是对的 哪一边才是对的 来 先放空 落底全力做多 花你家们好友 未来还有非常非常精彩的内容跟故事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集乱再回来 到正面前 标准0223219933 23219933 银元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航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牌势策略悬股 银元带您引爆投资最佳起机 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23219933 今天指数跌到660点 我相信台北股市的股民 大概100个里面 101个人没想到今天这样的结果 那如果今天这样的结果 大家都没想到 那你要不要想 未来的行情会怎么走 大家都没想到对不对 好 那未来怎么做 你要做那种大家都想不到 你先做避险 然后等待落底再来做多 不要随便强短勇敢的放空 真的 勇敢的放空 还记得我跟大家讲 这讲叫同志 我们放空100 放空90 我说我打死都不回补 我打死都不回补 老师3552 今天64块钱 可是他先前 可是他先前多少钱 他先590 595块 没有多久之前 一年前595块 而且怎么是剩64 真的啊 有人说老师你空100 从590 跌到100你还空 我跟你讲 空100那才叫英雄 因为现在所有股票都下来了 要空哪支 你不知道对不对 我跟你讲 巴菲特讲过一句话 如果你不敢将你所有的钱 重压某档股票 那劝你一档 一股都不要买 一股都不要买 这巴菲特说了 放空也是一样啊 放空不是所有的股票 全部撒往下去空 不是 而是选定你认为会重做股票 重压放空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如果你不知道这两股票会跌 你可能空10档20档30档 对不对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支会跌啊 但是如果你懂 就空了 GS的空了 大将的空了 对不对 3708的空了 对不对 3708 我跟你讲啊 这我们盖牌啦 这未来一定破这底的啊 对不对 这没什么好讲啊 3552 对不对 这60几啊 我说目标多少 三字头 三位数变三字头 是不是快来了 来先前 回顾一下先前的危险 先前日月是怎么空的 霸跪的没有 这一支跟它一模一样的 你们看到 总股动的数越来越多 你就放星空 按星空就好 现在三位数 未来会不会三字头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它股价 三位数 第二季获利 0 几乎0 这30万 很多人一个月就赚30万了 他三个月才赚30万 对不对 营收获利大幅度衰退 上半年第一季EPS0.87 上半年也是0.87 那请问下半年会多少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7月营收 40个月新低 总股动的数全部套牢 我请问你 汉迅赚10块钱 这么猛赚10块钱 第二季赚0.37喔 他第二季赚0.37 他10块对不对 10块比较多吧 第二季也赚得比较多吧 他第一季赚0.87 第二季赚0 7个月 7月营收40个月新低 中股动的数全部套牢 来我问你 汉迅83应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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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三成多 九十几块空 那未来如果到目标价 100块的赚7成 对不对 会不会到 我跟你讲全套了啦 那如果市况转差 我跟你讲 所有的车子类股全部暴跌 这如果到30块 还不算最惨啦 那你可以赚多少钱 你不用赔钱 你还可以赚钱喔 对不对 你要想一件事情 当今天惨崩的时候 大家希望 希望国安基金来护盘 可是问题是 你为什么要把期待 寄忘在别人身上呢 当国安基金进来护盘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赔很多钱啦 那你何不寄忘在自己身上呢 你为什么要寄忘国安基金 对不对 你先做空单避嫌 等待落底之后权力做多 我跟大家讲GIS的时候 1900200块 今天是105 滴滴滴滴滴 你明天看不到100块 直接变成双合数 对不对 那未来还有什么股像 三成到五成 五成到七成 更猛的一倍 这个一倍最厉害喔 你今天空明天空 后天空都一倍喔 什么意思 曾经台北股市 有一些股票很有名 这叫2398吧 2398的伯达 2384的胜华 534的利金 对不对 亚新跟茂德 伯达曾经360 胜华曾经227 这个电脑好像打不出来 这个电脑打不出来 这个股号都不见了 都已经消失了 那他其实胜华最到227啊 那也跌到70几块那时候说什么 叫平概股啊对不对 最强的平概股 然后那时候说要发什么 还会核转栽 结果那个外资给他出一个报告 给他看空 结果胜华当时的老板还去说 要告那个外资分析师 那时候还有到70几喔 最后呢最后是多少你知道吧 消失了不见了嘛 所以呢请问未来会不会有下一档 一定会有 请问会是谁 永远都来得及 永远都来得及 你的方向选对了就对了 对不对 方向错了 你开超保就到不了了 你跑了再跨 你都到不了目的地 因为你开错方向了 但是如果你开对方向 我们先下 再全力做多 再全力做多 很多很多的操作 在我节目上不方便讲 其实我最喜欢的股票是 这个最好玩 对不对 你先赚 不管你多少钱 你都一定赚得到 然后呢 落底全力做多 真的想要赢 你真的想要反败为胜 你的想法不能够那么单纯 你一定要做出 跟别人不一样的动作 或者你家门好友 祝你明天差不多顺利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